出了一个自己的分岔可以定时的 你踏着喷水的时候你这边就走水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这个VTV的这个时间 咱们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滴灌系统 今天是第一讲 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系统 以后咱们有机会可以多讲一些 这个滴灌系统很多很复杂 也可以做得非常复杂 也可以做得非常的有意思 把自己的花园的所有的树啊花 包括草地 包括草地 包括你要种的一些好看的花 各种各样的树 灌木大树都可以 咱们今天你去你的花园里看一看 有可能看到一个这样的东西 这是什么呢 这是喷水的 大家都这样是喷水的 但是它属于某一个自动喷零系统的一部分 对不对 有的家里可能分成几个Zone 几个区 一二三四区或者一二区 两个区 某一个区里就可能有一个这样的 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样子的喷头 那咱们今天就发现一个这个呢 咱们就做一个简单的浇水的系统 自动接到你的自动的喷零的系统呢 这样子等你夏天呢 尤其现在大热天 你出门几天啊 你的可爱的花好看的花 没人浇水怎么办呢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 代表今天教你一个几分钟 你可以自己做好的一个 叫做什么特别的给自己的心爱的几盘花 浇水的一个喷零系统 可以是几盘也可以几十盘啊 怎么做呢 每个人都可以做啊 你只要简单的操作就可以这么做啊 你先看到这个系统 你把这个系统这个头拧下来啊 看见了吗 拧下来 这个呢 是插在图里的啊 你不用管的 这一段呢 是这个头 你先拧下来 然后你去Costco呢 不是 不是去Costco啊 咱们要去Home Depot 或者去其他的任何的 这种花儿的工具店 买一些配件 比如说我现在买到了一个 叫做什么Albo 二分之一英寸的Albo 这个这种管呢 都叫做二分之一英寸的管 所以呢 你要买到几个 连接的 叫做Coupling 二分之一英寸的Coupling 这是螺丝口的 看见了吗 咱们这个系统开始要用三个啊 你还要一个T 买一个T 这个T呢 就是 也是螺丝口的 二分之一英寸的T啊 接着呢 你可能买到了一块线啊 这叫线也有需要啊 这点线呢 就是咱们的小管道 你看它是一个小管子啊 这是你的自动的 滴灌系统的 常用的小管道啊 这是咱们以后 你需要多长 你给这脚多长啊 接着呢 你可能要买几个 这个叫做四通啊 或者说五通 一个大管进来 接四个小风管 这样五通啊 你也可以买几个八通或者几通啊 看你自己需要 剩下的就是买几个小头了 你看你个你的花盆 你这个小花盆 一个花盆接一个 一个花盆接一个 你有十个花盆 可以接十个这样的小通啊 好了 还你可能还需要一些 买一些三通啊 这一种小三通啊 小三通啊 你可以需要 有的地方 你可能不需要走水了 你可以需要一个堵头啊 小堵头 接上 好 这个刚才跟大家讲了 这个这个管呢 这是插在地里的 对吧 你发现了 在地里有这么一个管道啊 原来喷水的地 喷水的管道啊 在地里发现一个 你把这个桶 头拧下来啊 可能需要点 需要点劲儿吧 小头拧下来 这时候呢 你就需要一个三通啊 也就是说咱们所谓的梯啊 你买到这么一个梯 把这个梯拧上去 好 把梯拧上去 梯上面呢 你再接一个 卡普里 我们所谓的卡普里 连接件啊 当然你这个实际上 你要拧几嘛 对吧 再把你原来的头拧上 看见了吗 这就是说你原来头 还是在这 对吧 但是这多出了一个 出水的地方 这时候呢 你要再接一个 卡普里 接出一段 你可以按你的需要 就长一点 它要长一点 我给大家做示范很短 对吧 接着你 还买到了一个什么 elbow 对吧 elbow 也就是说这拐弯啊 拐弯你把它拧进去 好了 对吧 拐弯的上的呢 你接一个什么 再接一个卡普里 这卡普里是什么呢 就是接 咱们要接另一个 刚才咱们说的 我们还买到了一个什么 五通 也就是四通 上面有四个管 分开 把它也拧在 你看它的连接 都是拧上的啊 它里边都是拧的 螺丝扣拧的 都是二分之英寸螺丝扣 拧在这上 这时候你就多出了一个 在你原来的 喷水的系统上边 多出了一个 自己的分叉啊 可以定时的 你踏着喷水的时候 你这边就要走水 走到你要去浇水的 那些花盆的地方啊 接着小黑头 你发现是什么 也是一些小螺丝口 把它拧下来 你在这个 刚才咱们说的这个 在这个管道上 搅了一段 咱们搅一段 对吧 看 按照我们需要的 对吧 我们搅一段 搅下一段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把它拧在 拧在这个 这一段呢 通在了这个 把它 把它 处在这里 看见了吗 这就是你的一个 接着呢 如果我只有一个花盆呢 我就直接把它 插在我的一个花盆上 需要一定的力气 有的小伙伴说把这个头呢 用热水蘸一下 插进去 可能更好插 但是你要使劲推一推也可以啊 就是你的一个花盆的系统就完成了 但是这根线你可以 练得很长 对吧 这个线呢 你买这一卷 它是一百尺啊 一百尺就三十多米 你看你可以练多远 对吧 但是也不需要练那么远呢 你就可以绞一小段 跟你自己需要 你可以把花盆拿到 你的喷水的旁边附近啊 这时候呢 你可以把这个头呢 如果你觉得硬 拿一盆热水放在旁边 开水啊 或者厨房接的热水 把这个头插进去啊 好了 就这一头揭好了 咱们拿了一个纸杯子 咱们拿了一些热水啊 把这个热水啊 把这个 这小小塑料管蘸进去啊 这样呢 蘸一下呢 它热了 就可以很好的插到这个 很容易插到这个小管 一样插进去 很软 很简单啊 然后呢 再把这个插进去 热一下啊 好 然后呢 我们的管子 是吧 比如说枕头啊 接了一个这样的管子 我们再给它热一下啊 好 我刚才又加了一段 对吧 我们刚才还搅了一段 这样我们给它接一个 有两个花盆的 就让我们就接着有两个花盆的 给它换的 好 这个呢 今天呢 快速给大家做一个呢 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这个效果啊 看效果实际上你可以接很多很多花盆 啊 很多很多花盆 然后呢 我们再拿一个 这个又一个 是吧 这个要接好 这个热水就是从厨房的那个 热水管道里接出来 好了 你有两个花盆的喷水系统 对吧 然后你接 把你的接到 你刚才的这个 这开口这 这样你还有 这一路你就分出了两个花盆 当然你还有另外的三路 你选择你自己需要用 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个简单的 自动喷淋系统 在你离开几天的时候 你的可爱的花 美丽的花 花盆 有人替你浇水啊 你自动的 把它们接到你的花盆里 放在花盆里 或者你的吊栏里 任何地方 对吧 但如果小伙伴有的说呢 我没有 没有这种自动喷淋 但我有水管 我怎么实现这样的系统呢 也可以 我们呢 你就需要买一样的 什么东西呢 买一样这个 现在买一个像这样的接口 这样呢 就是一个花园的水管接口 接一个小的 细的 这个口 咱们把这个 叠罐系统这个呢 给它稍微搅一个角度 稍微搅一个斜的 搅一个角度 这样的 斜的 这样的 你就很容易插进 这个小眼里 那边插你的小眼里 那也要使劲插进去 因为它为什么要使劲插呢 因为水有一定压力 你不想让它这个压力 把这个吸管给它顶出来 对吧 这样的 多插 插深一点 插深一点 这差不多了 大家看一下 你就插到这里头了 这里头就好了 可以再插深一点 只要一旦这个小头进去 就很容易往里推 多推点 推长点 没关系 这时候呢 你还要买一个什么东西呢 这个也需要的 这叫做regulator 什么叫regulator呢 就是检查稳压器 稳压器 也就是说咱们城市的水管过来呢 那压力是不稳定的 它有时候高 有时候低 水压有时候很高 高的时候呢 会导致什么呢 会导致喷整个这个滴灌系统呢 它直接的压力被喷出去 或者那些小头呢 让咱们煎那些小头上 它会被喷掉 这时候你呢 怎么样 就不能控制这个水的 时间呀也好 把水流也好 就不能控制 它就自动 就水都出去了 对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买一个稳压器 就叫regulator 稳压器 所以你把这稳压器 接在这个管 这前面 这稳压器呢 接你的花儿水管 接啥 这时候你就有一个 这个小的这个锡管 你就可以从它再继续连出去 连你的 比如说你有更多的三通 这样的三通 对吧 你可以借助很多无数条线 去实现你的这个花盆的 这种叫做什么 叫做低管系统 对吧 啊 刚才借这个 咱们录了这一段小视频 借着的VTV 希望咱们大家能够看到这个视频啊 帮助大家学会一点点的这个低管系统的知识啊 这个 这个刚才介绍了这一点点啊 这小段很容易做啊 每个人都可以做 不管是男士和女士都可以操作啊 很简单 可以把你自己的花园管理起来 在你离开一段时间的时候也不用请朋友去到家里浇水了 你自己可以让它呃定期的浇水 或者你开很小的水让它自动的每天都浇一点点水 这些低管系统是符合政府的规律啊 它不在那个限水的范围内 给浇给花浇水的这个errigation system errigation system是可以每天都浇水啊 也可以一直在浇水 只要你开按计定时开很小的水量 这就可以 这叫低管啊 低管系统 好了 呃 希望这段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啊 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订阅咱们的VTV频道 谢谢 咱们下次再见了